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来到香港边境一日游 我是Travis 今天会和大家去莲麻坑抗洞和红花岭 我们在上水巴士站坐78km 去沙头各方向 然后在麻雀岭下车 这条巴士路线非常适合 所以大家要看好时间表才来 下车之后就是上麻雀岭村 我们由村路进发 我们走了大概3分钟路程 就会来到上麻雀村的公厅 有需要就可以在这里 最后先去厕所 好 来到这个位置有一间红色屋子 右边走 这里有分山路 这个位置我们会在这里上山 这条石垫 这条好像叫麻雀石垫 地图里面先试 这个人解 对啊 好 我们离开石屎路了 进入山路 好 我们现在在上第一座山 红花岭 海拔451米 现在我们由零走到451米 相对爬升高度也挺高的 加上也不是石屎路 所以可能会有点辛苦 但现在还好 因为天气又开始转了 虽然连坑洞这条路线 近来越来越受欢迎 但这条上红花岭的路 看上去就不是很多人走过 所以路况也不算是十分清晰 我们上少少来到这个位置 后面就看到有水 那边后面就是蓝葱 就是之前我们去鹿颈行山的位置 现在开始变得曝光了 我认为树音位置也是开头才有 然后就会继续曝光 出现太阳 始终是出现景色的时候 看回头 看到蓝葱和鹿颈那边 我们走了大概38分钟 就来到第一座的电塔 这个位置 虽然我相信上去的景色会更加开人 但这个位置拍照 就可以配合电塔和电纜 右边有一条路 这里是落村的 我们就不会走这边 我们左转 我们去下一座山 第二条显示就叫做回头城 但是人家打卡就是那里叫做 麻雀岭的山顶 现在差不多我攀升了百多米 应该再上200米 就去到回头城 最后一段就是 那条布是直斜直上去山顶 这里应该会有点辛苦 前面已经看到人在 但那里应该在下山 现在走到这个位置 要坐到超级 我们用了大概1小时25分钟 走了1.8公里 就上到来 马雀岭 这里就看到整个 鹽田的景色 然后后面 对面就是红花岭 然后 再后面就会看到深圳的电视塔 一看下去就好像去了 世外桃源的感觉 几条村落 包括蓝葱绿颈 凤坑 和谷堡 谷堡 谷堡就是两年前 我曾拍过影片 带大家去看路位的地方 另一边 就不是世外桃源 因为是大城市 对着的就是深圳的鹽田区 下面的房子比较矮的就是沙头角 沙头角最近就开放了 希望有机会带大家去看看 跨过山岭 看过去后面 就有另一座山峰 那边已经是深圳 上面看到一座塔 那是深圳电视塔 我们现在离开沙头蛇 这边原来这座不是红花蕾 这边才是 我们就会向着电视塔的左边方向走 来后的路相对平坦 但是路相对就比较窄 如果人多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我们走了大概两个小时 差不多到红花蕾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出现了楼梯 其实楼梯很短 走一分钟已经没了 然后上了一点 现在有安草田 我们走了两个半钟 以为到红花蕾 但是这个并非红花蕾 后面这个是红花蕾 489米 红花蕾是在前面才是 所以我们下了一段路 这个位置可以更加赶赴 望到深深的景色 这边就没什么兴趣 望到这边 我们的谷部 香港的谷部 六颈柱 现在我们这里建了一些楼梯 相对比较新 但是相信这个楼梯很快出去 应该过了几个月 或者一年半载 就会变得盐盐盐盐盐盐盐 然后就会变得更加难走 但是因为根据这个发展 其实呢 禁区开放了之后 这些区域会变成交易公园回落 所以这些区域会变成交易公园回落 所以这些区域会变成 上面的人下来 交易好去住 上面的人下来 对啊 交易好去住 对啊 交易好去住 对啊 所以呢 如果要把这里的风光 是时候的了 刚才我们说到 有些旅行地方呢 可能你迟些去的感觉就会不同 我想这里也是一种感觉 来到这个位置我们要右转 现在身处是KK113953 我们来到十字路口 左边就上去这个直坑顶 右边就上红花岭 那我们这个位置右转 来到这个位置 有个很高的位置 但其实呢 就不需要在这里下跌 旁边是有一条路 接径呢 就可以来过一个斜的路 不过他们已经下跌了 对啊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接驳回到他们 旅行那条路了 这个位置比较复杂 那这里就 我们去联盟坑那条路 我们在上面下来的 那这条路就是上去这个红花岭 好了 我们转转转用了 差不多三个小时 只行到一个3.28公里 我们就上到来 这个红花岭 这个超近距离的 看到深圳的景色 对面还看到深圳的电视塔 好了 我们时间紧闭了 所以上到来红花岭 拍张照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就会沿路 接返回刚才那堆路口 我们回来这个 刚才很斜的路口 那我们就左转了 这个位置 继续下山 那我们刚才就问了人 这里下去 抗洞大概30分钟左右 这个位置有分叉路口 现在坐标KK110956 那我们就 直行的 不要走左边 因为左边就去这个 唐土山村 那我们就要去扩山 所以我们就要直行的 这30分钟的路程 其实鼠音都挺高的 而且走得挺舒服 也是缓缓地下车 我们走了大概三个小时 40分钟 走了大概五公里 来到这个牌 那这里 提醒前面会有禁区 所以大家要小心 做足准备 不要不闯禁区 前小小有个标高柱 我们去标高柱 拍一拍照 然后走回头 我们会继续下去 因为那个扩洞 其实我们还未到 只是来这个标高柱 拍一拍 这个深浸的景色 我以为这个标高柱 原来这个不是标高柱 是不是灯来的 总之探射灯 你是不是看 很像 在前面看到那个刁堡 前路走回头 然后再继续下去 再下去 再多一段路 就找到一个抗洞 好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前面有一大群人 刚刚走完抗洞 出来 我们到这个位置 就会入抗洞 这里有个牌 请不请进入抗洞 如果有任何损伤 及生命危险 就责任之负 我们就会在这里 走这条小路 就会到抗洞 现在时间走了 3个小时 44分钟 大概5公里 因为连马坑抗洞 比较出名 所以这条路 其实都十分清晰 不算很难走 我们要下去 抗洞 哦 下面封了 不是去这边的 哦 这个太危险 所以封了 先拍一下照片 这个 好像是6号抗洞 我们这里其中一个 我们已经来到 连马坑抗洞 这里有些人声 现在身处位置 是连马坑6号抗洞 它是唯一一个 比较容易入到的抗洞 抗洞有3个大大的洞 因为有人在右边拍照 所以我就由最左边的洞 谁不知下面是烧的 虽然弄到鞋骚髒 但是都不阻我拍照的动机 来连马坑抗洞 最重要的拍照攻略 就是要一个广角的镜头 看着下面这里有很多水 这里有个洞 应该可以爬到 可以爬到 对 上不了 对 上不了 因为都滑在这里 很湿 应该是刚才那个位置 对 刚才那个位置 刚才有个位置 就拦光拦住了 而且重点上去之后 有拦光拦住了 我们上不了 对 因为洞口都比较暗 所以拍照 最好都有电筒才拍得漂亮 连马坑抗洞 是全香港规模最大的抗洞 在19年代初兴建 之后在1958年就停止營運 相隔70年 就成为了行山客 去的热门打卡热点 连马坑抗洞 总共有6个抗洞 而身处这个位置 就是6号抗洞 之前提过 红花岭即将划成为交野公园 而连马坑抗洞 就有计划兴建成博物馆 所以这里的景象 即将会大变天 我们现在在围栏里照下去 看到下面也有几个洞 我们在连马坑抗洞出回来 然后向前走多一点 对面就有深圳电视塔 下面就有深圳的街道 好 现在时间 我们走了4个小时22分钟 刚才拍照差不多 应该有半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就 沿路上去 刚才那个写着的抗洞危险 那个牌子那里离开 那我们下一站 应该会先去它的雕堡 在附近而已 有个洞在下面 所以我们就 过不了去 好 我们离开了抗洞这个牌子 出回来之后 右转我们会去这个 墨景图的箭堡 墨景图箭堡 建于1940年代 边境 兴建了中共有8个箭堡 用来防止偷渡者进入香港 好 这个是墨景图的箭堡 很多楼 但香港这个位置 其实风光真的很漂亮 因为连晚坑村出去的小巴 是会经过禁区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乘搭 唯有兜路 繞过禁区 才可以坐小巴回去 好了 今次边境行山之旅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和subscribe的channel 和按下subscribe 旁边的钟仔 最新影片通知你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